哈囉大家好,我是欣欣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USPCC三本柱當中的蜜蜂牌 蜜蜂牌的英文全名叫做 Be No.92 Diamondback Club Special Playing Card 是美國布克牌公司USPCC所生產的一種布克牌系列 首先介紹一下它的歷史 蜜蜂牌一開始是由Consolated Doherty這家布克牌公司在1892年所生產 這也是為什麼蜜蜂牌的編號是92號的由來 後來這家公司被USPCC的前身公司給買走 同時也把蜜蜂牌這個系列的產品線收到自家旗下繼續生產 因此蜜蜂牌是一副已經擁有超過100年歷史的經典布克牌 現在馬上就來開箱看看這副牌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這張是被用的布克牌 如果你牌不見了,可以用這張牌來代替 接下來帶大家看看蜜蜂牌的兩張鬼牌 以及它的黑桃A 它的鬼牌是個小丑踩在一隻蜜蜂上面 而在小鬼上面附有它的品質保證 如果這副牌有任何品質上的瑕疵 你可以把黑桃A跟有瑕疵的那張牌 一起寄回他們公司 他們就會換一副全新的牌給你 最後這一張是USPCC都會附的廣告牌 上面還有介紹USPCC公司其他的撲克牌 在黑桃A上面畫的是一個蜂窩 以及蜜蜂還有花朵 同時寫上了一開始生產蜜蜂牌的 Consoleditory Company公司的名字 還有它的出場年份92年 蜜蜂牌牌背設計是經典的菱形方格 和一般魔術師常用的POG牌 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牌背沒有白編 這樣的設計會造成在展牌或開膳時 使用者看不清楚牌的數量 而這個特點有好有壞 端看你的使用時機和需求 如果你是希望在變魔術的時候 觀眾能夠看清楚你手上的牌 那沒有白編的設計可能就不太適合你 但如果你就是故意要讓觀眾看不清楚 比方說使用一些千數的手法 那蜜蜂牌反而會提供比較好的隱蔽性 另外還有一點也是魔術師 比較少拿蜜蜂牌來變魔術的原因 那就是如果整副牌裡面有一張牌是反過來的 沒有白編的蜜蜂牌就會非常容易被看出來 會在操作某些扑克牌程序的時候給表演者帶來困擾 但是牌背有白編的扑克牌就沒有這個問題 而在操作手感上蜜蜂牌維持的USBCC一貫的優良傳統 無論是表面的壓紋或是牌的彈性等特質 都很適合拿來練習跟表演魔術手法 畢竟它是在市場上存活超過100年的商品 在品質方面並沒有太多可以讓人挑剔的地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現在扑克牌的牌角上 都會有一個花色和點數的圖案 這個東西叫做Squeezer 最原始的扑克牌是沒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一開始把這種設計加入扑克牌裡面的 就是當年的蜜蜂牌 而這個後來也變成了所有扑克牌牌面通用的設計 在世界各地的賭場裡面 最常使用的扑克牌有兩種 一種是賭場他們自行設計印刷的扑克牌 另外一種就是把自己的LOGO印在牌背上的客製化蜜蜂牌 這種牌通常除了設計上的不同之外 手感和品質都和一般的蜜蜂牌無異 這副就是賭場出的客製化蜜蜂牌 我們看看它的花色跟顏色會比正常的蜜蜂牌來得要深一些 講了這麼多最後來聊聊你在哪裡可以買到蜜蜂牌 首先就是全台灣各地的魔術店一定都會有賣 價位大概會在120-150塊左右 而蜜蜂牌跟其他USPCC扑克牌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因為台灣有專門的官方代理商叫做文發體育用品社 所以你除了在魔術店和文發的店面之外 你也有很大的機會在一般的連鎖文具店裡面找到蜜蜂牌 而因為文發是官方代理 所以你會在牌盒的貼紙上看到用中文寫的字 相當的特別 而我在台灣各地的大型文具店都有找到蜜蜂牌的蹤跡 目前有看過在販售蜜蜂牌的文具店有 台北的金玉堂、墊腳石、新竹的文具王 台南的101文具天堂 甚至我還有在我家附近的小型文具店也有找到過 而文具店的價位也大概都是在150塊上下 所以如果沒有接觸過魔術的朋友 想要體驗看看USPCC的扑克牌摸起來什麼感覺 或許可以去家裡附近的文具店找找 你可能以前曾經有在商品架上看過這種牌 然後心裡想 為什麼一副扑克牌要賣到100多塊太貴了吧 但是看完今天的介紹 了解了它背後超過100年的歷史 以及它們對品質的堅持 或許你會有一股衝動 想要買一副來玩玩看也說不定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有趣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和魔術有關的資訊 可以在我的臉書專頁按讚追蹤 也不要忘了幫這個影片按個喜歡 我是定星穎 我們下次見 晚點 歡迎 我們下次見 至少